国平凡将全军覆没,一比十一惨败太失常,东道朱猛将独怪大热流号综合观察你日利亚塞要战赛,正在如火如图激战,参加女大比赛六位选手,继续以全胜战绩高歌猛进,以目前的状态和气势,大有包揽金银铜牌的知识。 不过,与六位女将相比,参加比赛的三位男单选手,其整体表现却非常令人失望,他们全部在首轮出局,刘嘉良0-4埃及输给E-L-E-I-A-L-I-Mohammed,王西元2-4输给东道朱猪日利亚队的T-L-I-O-L-A-S-E-G-N,王少博3-4输给泰国的W-I-S-U-T-M-F-Y-T-H-A-N-G-K-O-O-N-S-O-P-M-O-T 其中,王少博的这场比赛更是让人失望,他是在3比2拿到赛点的情况下,被对手连把两局4比3逆转。 另外,第三局的比分竟然是1比11,而这样的比分过往常常是中国球员送给其他队球员的,就在这次逆日利亚挑战赛纽丹斯格赛,郭燕与L-E-D-O-M-A-M-B-N-K-W-A-E-V的比赛第一局,送给对手一个11-1的巨大势力。 另外,其本节在于KACAM Fестimate的第二局比赛中,也打出了11比1的局分。 本次比赛,最大排球员文尼日利亚的阿鲁娜,2016年里约奥运会男子单打比赛,阿鲁娜出人意料地打进男子单打八强,创造了非洲乒乓球的历史记录。 当时,阿鲁娜对于自己打进奥运会八强级,起自豪,对我来说,进入八强是一个奇迹,她表示,现在感觉太棒了,梦想照进现实,我从来没有想过能走这么远,但我始终对自己充满信心,尽管中国队的球员不是夺冠的最大热门。 但是作为乒乓王国的球员,在第一轮全部出局,还有球员被打成一到十一的局分,很显然世界乒乓球的剑步依然十分明显,我们必须重视每一个对手。